马太福音二章十十一节 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 进了房子 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 就俯俯拜那小孩子 揭开宝盒 拿黄金如香墨药为礼物献给他 看见的原文有注视注意的意思 而且时代是分词 表明一直不断的注意那星 欢喜其实是用了两个希腊文放在一起 一个是高兴欢喜的意思 另外一个是喜乐的意思 而大大的希腊文也用两个字放在一起 一个是大的 另外一个是非常的大 非常的多 表明是极大的超大的意思 所以这一节提到博士们一直在寻找 留意那星 当他们看见那星的时候 他们是大大的欢喜 极为快乐的 我们是不是也像博士一样 怎样专注的在寻求主呢 当我们遇见了耶稣 我们有经历过那种极大的喜乐吗 进了房子 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 就伏伏拜那小孩子 揭开宝盒 拿黄金如香墨药为礼物献给他 拜的原文由跪拜 伏伏于什么之前 崇拜的意思 而伏伏的原文由倒下 伏伏在地的意思 这时态是分词 也表明不是一时的伏伏 而是一直伏伏在地 敬拜 这也提醒我们 当我们来朝建主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也带着一个敬畏的心 来敬拜他呢 许多时候 基督徒做久了 我们很容易把去主日崇拜 每天的成根灵修 变成了一种形式化 仪式化的行为 渐渐的失去了敬拜神的心 揭开宝盒 拿黄金如香墨药为礼物献给他 乳香是一种有香味的树枝 用于圣殿的献祭 墨药则是一种名贵的香料 用于熏香或殡葬 黄金如香墨药 都是东方的珍贵特产 博士们来朝建耶稣时 带着三样当时东方的珍贵特产 来献给他 今天我们来朝建主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带着礼物 来献给他呢 十一奉献 宣教奉献 自己全人的奉献 一个真实遇见主的人 他一定会把最好的献给主 来献给他